大家好,我是陈怡婷 然后我毕业于中国一中知习 然后我在学的时候没有想过要参加这一场考试 我是在毕业之后才开始准备的 然后很幸运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还有准备的方式 以下我想要就我备考前的预备 然后各科面试还有心理调试的部分 向大家说明我当初是如何做准备的 首先是备考前的预备 我当初的备考预备是 就是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我随便下载一间学校的历届就是考题 然后我测时间把整份考卷全部做完 然后就是成绩当然不能看 只有国文可以看 然后化学跟有机 就是化学几乎忘光 然后有机就是没有一体看得懂 然后英文单字的话是 就是难道我时间都 就是还没到我就已经猜完了 然后生物的话是 我以为我猜的逻辑是对的 然后也几乎全错 然后就是不过也这样子 就是让我很快去抓到我的优势跟弱势 来就是分配我的读书时间 然后还有一个准备是 我当初有上网爬文 就是找滴卡PTT 就是上面去看上榜学长姐他们的读书分配方式 还有读书规划 然后再来是就是选择老师的部分 这是我建议是都要去做试听 然后真的有对你的口味 而且你听得懂他上课内容 你再去做选择 不然中间就是已经上课到一半 你会你还听不懂的话 你会就是学得很痛苦 然后再来是就各科的准备 我记得我当初是写一首的历劫 然后我的国文倒扣完之后 还有七十几分 所以我当初在国文的准备时间 就相对没有那么多 不过我自己是怕会忘记我高中的内容 所以我有先去找高中的 抢救国文大作战来做复习 然后再来是配合简赞老师 他的上课笔记 课后练习 后中国文狂刷题 还有国文新趋势来做练习 然后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 要有自己的笔记 我自己分类笔记的方式是 有分类自应自行 然后自意解释 成语 偏移副词 然后敬语 签词 轮梦 然后我是把相似的东西 全部分类在一起 然后我有配合考古题来做整理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这种方式 可以让我很快去知道说 初题老师他们大部分都喜欢什么 然后也可以很快去知道各校的 他们考试的考点 像是译手的话 我就觉得说 他们考比较多中医相关的题目 然后中国译考的是比较多的阅读理解 然后词记是行音译会比较多 然后再来是化学 分成有机跟普化 然后因为我本身对化学 是相对比较有兴趣的 所以我当初把普化剪回来的 的时间是比较快 然后主要的就是内容 就是学习内容大概是 我先把分章练习的题目作手 然后再来是用分章考古 像是百分百三点零 然后分章理解 来了解就是现在考题的趋势跟方向 然后就是写到有问题的话 我下课就赶快去找老师问问题 然后就是先做分章考古 然后再来做整份考卷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会就是让你心情比较好一点 就是写的时候会比较快乐 然后再来是 我觉得这样做的话会让你比较有效率 然后再来是有机 虽然就是我是三类 然后当初大学又上有机课 可是我那时候也没有学得很认真 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 就是到底在干嘛 然后是方智老师就是有说过 分章历届的话就是在考试 就正式考试之前至少要做七次 才能够去考试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不会就一直重复去做题目 然后我自己是大概做到第三次就开巧 就开始知道就是大概有机在干嘛 然后他想要考的是什么 然后发现说其实有机他大概考的内容都差不多 然后而且因为就是每间学校他的考试 都是选择题 所以其实你要猜答案会蛮好猜的 然后所以我到考试后期 我发现最好准备的其实是有机 然后再来是 我个人很推荐方智老师他的口袋数 他可以让你上课的时候 就上课完 然后再让你复习机转 然后考试之前也可以让你再把人命啊 然后一些试子再重新复习一次 所以关于化学的话 我的建议是先做分章 然后把历届作手 之后就是你要有一份笔记 就像刚刚说的 国人的话就是用考古做笔记 我觉得化学也是 就是你把自己的笔记 就是做完考古 然后还有一些平常不会的那个题目 作手 然后再把他们 你觉得容易忘的东西 把它做成自己的笔记 把化学公式 然后有机 他的人命整理起来 然后在你考试之前三十分钟 就看那一份 这样子也会让你 考试的时候比较有信心一点 然后接下来是英文 我觉得英文对我而言 其实都蛮有压力的 我记得第一次写中国一的单字题的时候 我大概有超过八成单字都看不懂 所以后来在准备英文的时候 我也是先把高中的期限单拿出来读 然后再配合就是文中老师 他的格林法则 还有他上课的时候 会有一些单字的整理 然后再来是写阅读的时候 我也会把自己看不懂的单字整理起来 然后就把他们抄下来 做成笔记 背手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 就是不敢说 这样子是足够的 但至少后来我在写题目的时候 我可以把 大部分的选项 就是删掉 然后去选出 正确的答案 然后还有是 我建议是 如果你的记忆题 还足够的话 你可以去买GRE的单字来背 因为我觉得毕竟英文它本身是没有范围的 所以能够多背 然后就多一点分数 也是不错 然后最后是生物 其实我当初会选择来高远 也是因为黄彪老师 在就是备考那时候的 就是准备爬文的时候 就有看到很多学长姐 他们就有推荐说 就是来上黄彪老师的生物 然后我自己试听之后 是发现老师他的讲解 就是比较浅显易懂 而且老师他的版书也很漂亮 所以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 有时候来不及操 我也是会直接用 iPad拍下来 然后整理笔记 然后在准备的那个过程 我建议是要到班上课 然后你当下如果听不懂的话 就做记号 然后下课赶快去找老师 或者其他同学 把你不会内容问清楚 之后回家就做自己的笔记 然后把课本后面的练习题 然后还有多标做完 然后如果你就是还有体力 可以再做其他的话 你就可以把老师有发一本 比较难的绿色的题本做完 然后在下一节课的时候 你就利用中间的休息时间 或者是最后的下课时间 去找老师 然后还有同学讨论问题 尽量把自己的 就是不会的东西赶快弄懂 因为就是我自己就有发现说 其实错的会一直错 所以就是尽量就是把你 一些不懂观念 赶快弄懂弄清楚 然后关于面试的话 就是我的准备是 平时读书读学的话 我就是手机拿起来看 Line的新闻 然后了解一下 最近就是社会在 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你不要让自己跟世界 有脱节脱鬼的情形发生 然后再来是 就是你也可以在看新闻的当下 然后练习发表自己的意见 就是去跟朋友或者家人聊天 然后就是让你自己要保持 就是有在跟人家沟通 然后其实也可以借由聊天 去抒发你的压力 然后剩下的话 我觉得是先考快读书 然后考过比试 就是之后再来讨论 要怎么准备面试 然后最后我想要讲一下心理调试的部分 我觉得就是对我而言 这堂考试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在自己在备考的时候 就是也会 就是常怀疑自己说 我现在做的到底对不对 然后这么一篇的考题 到底有没有可能会考 还有我自己在做笔记 是不是浪费时间 还有最常问的吧 就是真的能够上榜 如果考不上要怎么办 你就是在备考的时候 会有各种的疑问 然后猜测 猜疑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会让自己 越来越没有信心 所以就是如果你只要能够比 别人在早一点走出这种 怀疑自己的就是很糟糕的心态 就是应该说很负面 就是让自己就是一直走不出来的话 会让你越难考上 所以就是赶快早一点走出来的话 会让你就是更快的去就是考上 然后我自己在就是很迷茫的时候 有听到一句话 他们是说人生是有意义 而且美好的 艰难的时刻总是会过去 所以就是你在很迷茫的时候 可以就是去记得这句话 然后让自己不要那么难过 那么担心 因为其实担心也没什么用 然后家里的亲戚长辈 可能会一直问你说 就是你到底在干嘛 几岁 为什么还要考试回去学校读书 然后就不要管他们这么想 就是你已经决定要参加这个考试了 那你就尽全力去考上他 然后再一点 就是如果你仔细想想 虽然每年有大概两千多个考生 就是参加这场考试 不过就是真的有努力在读书 然后很有天分的那种读书天才 每年大概就四百到五百个 就是你只要冲进前面的三分之一 你就上榜了 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然后读书读到很 就是心情很差 然后心烦意乱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可以去找同温层 就是一起考试的朋友 好好聊一下 就是互相鼓励 然后就是一起坚持下去 因为我觉得真的只有在考过 这场考试的人 有办法去了解你的辛苦 就算是你的父母跟家人 虽然他们说 对我知道你很辛苦 可是其实他们也真的不知道说 这场考试到底有多辛苦 然后再来是 我觉得可以去运动 就是流汗 然后放松你的心情 就是让自己在一整天的时间里面 至少能够放空放松 然后不要让自己一直处在很压抑的情绪里面 然后还有最后一点 就是你除了认真考试写考古 然后下课问老师同学 之后运动 然后跟人家聊天放松心情以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 要记得去庙里面拜拜 然后求一下你的考运 就是让自己能够 就是心灵安心一点 然后就是让自己 能够更有自信去 面对这场考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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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